古艳语讲得好啊 真正是一点都不假了 知识多识烦恼多 所以我从学佛之后 我就不看电影 不听广播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为什么那都是非啊 人家问我怎么 天天天下太平啊 天天好日子 没事 设人多出是非多 认识人多了是非就多了 越少越好 天天读经跟佛菩萨做朋友 你说这个多快乐 佛菩萨在哪里 每一本经书都是佛菩萨 这些佛菩萨你跟他熟悉了 然后看到所有人也都全是佛菩萨 所以大家都是佛菩萨 你说多快乐 为什么呢 佛说的嘛 一切众生嘛 本来是佛嘛 中国古人常讲老祖宗讲的嘛 人之初心本善嘛 本性本善 不善是习心 就是你没好好的学 你没亲近 静诸者赤 静默者黑 就这么个道理 你要天天跟圣贤人在一起 你不就变成圣贤了吗 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 你不就成佛 成菩萨了吗 四十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就成佛